今天用这个山药做一个私房菜 我今天选择的是脆山药 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 山药含有大量的纤维素 可以促进肠胃消化 健脾养胃 还可以美如一样 这道菜的口感呢 外面焦香入睡 里面清脆喝口 咬上一口太香了 猪肉这一块全是瘦的 这种肉比较柴 按我这个方法 看拍得非常薄 这肉吃起来有一点不才 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做法 需要把肉拍得这么薄 我今天选择的这个山药啊 是脆山药 这样做起来口感比较好一些 我现在和你一样看下来 就像个饼库的地方 饼库的地方 你可以切成 咱们在远养 这个地方 因为饼库的地方 饼库的地方 然后你把饼库的地方 你把饼库的地方 我现在是在做法 它们就像一个饼库的地方 直接加上饼库库的地方 下面这些萝卜和菜啊吃不完都给鸡剁了 都挺爱吃的 我看不懂人有时候我把鸡给摘了 我没有摘 它一直痒 咕咕咕 吃饭啦 给你吃饭 这里 扇粉的水 就要作出一期小伙子 只要用萝卜 然后将它喪开 鼓子猪 现在要做点葱姜水 做鸡腰用 刚出锅米饭测一下 要试下今天的主角来了 太棒了 外面酥脆 里面爽脆 这口感太棒了 な люб起来 完成了 再次要做烹饭 太棒了 看来 太棒了 看来 更舞台 你们下次见 在这里 今天这道菜呢 有山口的口感 外面这层跟肯德基的酥皮很像 然后中间一层肉 这里边这层呢 是爽口脆口的山药 真的这个味道非常的棒 城市党很丰富 这个是山药的新吃法 我为什么选择脆山药呢 还有两种山药 还有一种是比较粉的那种 用那个粉的包子里边吃起来 口感有点绵软 我觉得会差一点 所以说今天选择清脆的这种山药 咬到嘴里边有种什么感觉 有点像马蹄 里边微微有一点 但是没有马蹄那么脆 但是也是有点脆口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